我们就拼命往回跑 这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了 要我说就该打回去 这帮破皮无赖最是七万人拍影 待会让他们的头皮见见光 替你们出了这口恶气 阿九 你先别那么冲动 你先坐下 这事啊 要是真打 也是该挨打的人自己打回去 这样官府的人 还会以寻常私斗轻判了事 你一出手这事情就变了 这可是寻仇伤人最佳一等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照你这么说 以后我若是被欺负了 你不会帮我去出头 还让我自己打回去 娘子 你这叫什么话 倘若有一天你被欺负了 我一定替你打回来 但是这件事情 咱们还是从长计议 你想啊 倘若我替你打回去 这无非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 我没被人打死 躺在地上讹他们 第二 我被别人打死了 你抱着我的尸体痛哭 然后去找他们寻仇 我一个读书人 躺在地上讹他们 犹如斯文 况且我也不想陪别人打死 与其这样 倒不如跳过这几步 你自己打回去吧 许清佳 你有本事 一辈子没出现 不对 什么官府轻攀重攀呢 那永寿说 那围首的人 腰间挂着官差的腰牌 是不是你们官府的人 还不知道呢 官差腰牌 官差腰牌 这件事情 恐怕不只是 寻心闹事这么简单 妹夫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这些人 是特意来打我和永寿的 为什么偏偏是我和永寿呢 妹夫 你不会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你受着谁了吧 人家想报复你 又不敢揍你 所以就来揍 我 哥 我们才刚搬过来多久啊 有谁知道 你是许清佳的大舅子啊 还因为他来针对你啊 再说了 这许大人的脾气 比那兔子都好 什么三把火 既不是对人 那便是对事了 阿桥 会不会是在去山里收药的时候 挡了某些人的道 这么说来 那些山民临时变卦 是有蹊跷 临时变卦 想来是和这些寻心闹事的人有关 或许是受到了他们的威胁 这官府之中还有人在为虎作伤 这样 明日上牙 我去询问这府牙之中 到底是谁人在做药材生意 阿桥 你也去城镇的药铺 再打探一发 嗯